杀鸽子不能放血只能用水淹 这是为什么 一鸽胜酒鸡这是真的吗 在市场里买现杀鸡鸭 都会看到先进行放血 店家说家禽类先放血再杀 可以减少肉质的腥味 对于鸡血而言 营养价值不高 留在鸡内还会破坏了鸡肉的味道 但你们如果吃过鸽子 或者见过鸽子的宰杀过程时 就会发现鸽子并不会放血 而是将其淹死 或者直接扭断脖子 这是为什么呢 民间流传着鸽子浑身都是宝 其中鸽子血更是宝中之宝 老一辈人的人认为 鸽子血留在鸽子体内 让其跟肉质结合 营养价值才能发挥最大化 将鸽子不放血 去毛之后整支炖 血液融合在鸽子肉中 营养价值提高了 汤也会更加鲜美 特别适合生病 动手术 以及做叶子需要大步的人吃 这是真的吗 研究表明 鸽子血中含有铁元素 血红蛋白 蛋白质等多种成分 对强身健体和增强免疫力 都有一定的效果 但跟其他动物血 其实没太大的差别 所以鸽子血大谱的说法 就是以鹅传鹅 但鸽子不放血 也有一定的好处 宰杀鸽子不放血 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做法 现在仍有不少人用着水淹法 扭头法来宰杀鸽子 在饭店中 鸽子是一种飞禽 若是用抹脖子放血 会惊得鸽子四处乱飞 扑顿的到处都是羽毛 不干净卫生 将鸽子淹在水中和扭脖子 操作更加快速 且这两种方法 能使得鸽子的血液 主要集中在腹腔中 在处理内脏的时候 一同将血液去除 此外 因为鸽子的体型较小 血液较少 若是用宰杀家禽的方法 来放血鸽子 较为费劲 放得也不够干净 对于追求速度的饭店 和餐馆而言 是一种不太合适的做法 不过 不放血的鸽子 比较适合做炖品之类的菜式 若是像烤乳鸽这种做法 需要将鸽子血放干净 因为鸽子血不放干净 在这类的烹饪过程中 会加重腥味 以及影响其他成品的颜色 味道 鸽子放血 跟其他加起抹脖子 不太一样 一般是在鸽子的左翅膀处 滑一刀 这样能保证体型较为完整 总之 鸽子是否放血 需要看其做法来决定 既然鸽子血 跟普通动物血的营养价值 无太大差别 为何骨化炎 一鸽胜酒鸡 这是真的吗 鸡作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食物品 深受大家的喜欢 但在民间 有一鸽胜酒鸡的说法 小小的鸽子 真的有鸡的营养价值高吗 俗话说 宁吃飞禽一两 不吃走出半斤 这鸽子就是飞禽之一 鸽子吃的都是小麦 玉米 高粱的杂粮 以及各种蔬菜 而鸡什么都吃 从吃的食物上 似乎他们就决定了 神粉高低 在老一辈人眼里 物以稀为贵 小小的鸽子 就是笔记高贵 事实上 经过研究表明 鸽子肉的营养价值 确实会比鸡的高一些 其蛋白质含量 比鸡高 脂肪量比其少 还含有人体中 所需的氨基酸 这些含量 是鸡肉的两到三倍 总之 小小的鸽子 确实比鸡的营养价值高 脂肪含量低 确实较为适合 修养的人群使用 但一鸽胜酒鸡的说法 有些夸大其词 值得注意的是 鸽子属于温热性的食材 轻物过度使用 极有可能会引起上火 你们喜欢喝鸽子汤 还是鸡汤呢